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大家好 推新剧建立作 侯京剑的新推荐马上起航 在大大小小的会议上 一次次的激烈讨论 一次次的距离力争 毛泽东带领红军走向了正确的方向 走吧 开会去 走 领导会议是我们这部片子里几个会议的第一个会议 而且也是这段历史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会议 当时的中央领导层还是希望能够去湘西和二流军团会合 但这个时候毛泽东统治就要立足 我们不要去湘西 北上湘西的路上 敌人已经埋伏了众武 射进了口袋等着我们冲 可我们还偏偏往里面跳 主席的这种实事求是和他把握时机的这种能力 挽救了我们当时的整个红军走向 通道会议其实也叫通道转兵 也就是说我们的部队没有去湘西而是进入了贵州 为以后的整个这些会议和我们红军大转折 做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开始 这个纸和笔都准备好了 一定是恩来准备的吧 很细心嘛 应该的 遵议会议太重要了 这个会议开完之后有几个决定 第一个决定呢 毛泽东同志当选了政治局的常委 一 增选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的常委 二 取消三人团 由朱德 周恩来同志为最高的军事指挥者 周恩来是党内委托在军事指挥上 最后下决心的排版人 而且这次会议呢还特别的肯定了 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正确度主张 把马列主义这一原则 放在每一场具体的战斗中 放在每一个微小的事件当中去 寻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 只有这样 我们才有可能以弱至强 在治的过程之中 找到机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所以会议之后呢 有几次转移 因为当时敌人在包围尊义 我们不得不北上撤出来 打了一场土城战役 我们的结果没有达到预想的这个程度 当时的军队的士气还是比较低落的 因为我们还是想寻求一场胜利 第二呢 当时确确实实也需要一些补给 当时有个地方叫打鼓心场 相对来讲物资还是比较充裕的 而且还是前军部队 还是比较好打的 我们的各个的军事领导人 都认为说我们这个时候 去拿下打鼓心场 提高士气补充补给是特别正确的选择 刚才我们都讨论过了 一致认为这一招可以打 如果当时我们真的打得打鼓心场 是可以 我们可能很快把它打下来 但是瞬间就有周边这么多部队 就把它包围了 我们就很难再出来了 但当时只有毛泽东看到了这一点 这打鼓心场再好打也不能打 这个软柿子再好捏也捏不得 同志们 打鼓心场打不得 当时的军事上发挥了民主制度 任何军事的小事 政治局的委员常为举手来表决 所以当时毛泽东就说了一句 打仗这种事 怎么能用举手表决来决定呢 怎么不能用举手表决来决定呢 如果你们要是坚持这样做的话 我这个前提政治委员我就不干了 你不干就不干嘛 少数服从多数嘛 我们整个这几个会议全是连贯的 这个会的哪些状态 这个语言台词是为了后面服务的 每一个人开会的 不管是有词的 包括每词的言闻 都有行动在 你同意这个观点吗 有的不同意 我要站起来我就要说 有的人我就打自己的小算盘 情节就紧张紧扣起来了 所以我觉得这次我们几个会 我们自己认为 对于以前我们还是有进步的 期待大家给我们的认可 我们要更加团结 更加坚定地去战斗 用更大的胜利 来迎接新的局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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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推荐 明天见